上次讲到蒙古第二次戏争,进入欧洲 我们蒙古军队在欧洲,主要是东欧波兰,匈牙利,折腾的一把 其实也就一年时间,欧洲各个国家都吓了一跳 欧洲那些特别是有法国,也准备来帮东方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国家嘛,他们想共产 欧洲这些国家准备联合起来,准备来抵抗蒙古人的时候 突然蒙古人自己又回去了 回去的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拔都听说欧阔太死了 欧阔太太死在这个门桃里,现在拔都側面回去了 所以接下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承介斯汉,他们这些孩子的情况 这个我上次给大家看过了,陈介斯汉有四个儿子 其实陈介斯汉的儿子很多 这个是陈介斯汉的皇后世的儿子 别的儿子都盘杀号,地位没这么高 这是四个儿子最最正规的儿子 第一个儿子的地方叫树斥 树斥死得比陈介斯汉还要早 上次讲过这个事情 他那个大儿子不是很难干的 所以后面史书上没有太多多事情 拔都是他的二儿子 也就是拔都率领军队进军攻中 后来拔都在俄罗斯草原上建立的一个国家叫金兆汉国 他的二儿子叫查赫台 查赫台是1241年或者1242年 他在中亚西亚建立起查赫台汉国 欧国台其实就是继承陈介斯汉的皇位 欧国台是继承汉国 1241年死了以后 最后他把儿子贵游继承了可汉的位置 最小的儿子叫拔鲤 拔鲤是死于1242年 其实死得也很早 拔鲤死得也蛮早的 拔鲤的四个儿子个个都很厉害 蒙哥、忽必烈、叙烈、阿里布格 其实在蒙古,承介斯汉的后代里脱雷阶级性是最厉害的 实际上,据一些书上讲 当年承介斯汉就是分家产的商人 他分家产不是分家里的钱 承介斯汉手下有20万户的 蒙古大军,蒙古军队一共有20万户 脱雷一个人分到10万户 脱雷的实力是最小的 但是这跟蒙古人的习惯有关系 上次讲过,蒙古人是有这样种文化的 游牧民族,一般是我们农业民族是长子继承家业的 而蒙古人是最小的那个儿子继承家业的 原因很简单,就是前面那个儿子长大了就出去 最后剩下最小的那个儿子来继承他们的家业 脱雷应该是 也就是说,承介斯汉应该把皇位积民给脱雷的 所以后面始终形成了脱雷这个家族 和温国台这个家族的一种竞争和对立 大概是这样讲的 温国台后来被封为元太宗 他是1241年,他做皇帝做了12年 1241年他去世 据说他是零九太宗,九后太宗死了 他死了以后,蒙古各地都知道了 蒙古不是已经分得很难,拔都在欧洲嘛 有的人在大,都很遥遥嘛 所以他们都要召开库里台大会 召开库里台大会 把这些皇亲贵族群造一些,到底立谁为可汗 这里就产生问题 就是温国台死了以后,温国台皇后摄政 他来摄政了 摄政后他很希望他的儿子,令温国台的儿子贵于为可汗 但是拔就不同意 拔都跟贵于关系不好 而且温国台临死以前,说了一句话 说了那句话,我的皇位应该让给谁 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是温国台的另外一个儿子 另外一个儿子 但是不是那个温国台皇后的那个儿子 所以他那个皇后就不愿意 再过去产生了矛盾 就是贵于和拔都形成了矛盾以后 这个事件一直拖延到一二四六年 整整有五年时间,蒙古没有可汗 没有专家同志了 拖了五年,一直到一二四六年 在蒙古草原厂,主要是温国台临皇后 终于召集到了很多人,召开了蒙古的库里台大会 蒙古的库里台大会 其实就是蒙古的贵族长老们举行的大会 今天这个词,今天蒙古人还翻译不同 今天那个听说过蒙古共和国的议会叫大忽兰尔议会 这是同一个词,怎么翻译不同 今天蒙古的议会叫忽兰尔大会 那个时候叫库里台大会 也就是蒙古的各种贵族长老一起,上了大事的会议 1246年库里台大会,宣布贵欧这个人做可汗 但是贵欧做了可汗 你看贵欧在中国的手上称为元定宗 这个元都是以后的封号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称自己是元朝 然后定宗是妙号 这都是以后后来追封的 贵欧做可汗呢 有这么几件事情,有一个罗马,罗马教坊派一个使劲来到蒙古 叫多勒兰,嘉宾 这件事情有一个文章,再讲一下 1247年,吐蕃归父 吐蕃呢,其实蒙古也没派人去打他 吐蕃当时,唐朝的时候吐蕃很强大 宋代干部那个时候 但是吐蕃蕃衰亡的比唐朝还要早 吐蕃这回家就分裂了,挖解了,崩溃了 所以唐朝后期,唐朝最后有一个皇帝 后面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皇帝 是唐朝,后期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皇帝 大家可能以前军品里面学过一篇课文 谁谁谁血液,习菜之后就学课文 反正他那个时候,因为唐朝那部 安息之乱以后,唐朝分裂有很多地方军阀嘛 那个皇帝那个时候就把军阀又输了一下 而且又碰上了一件事情 最后,等到那个皇帝死了以后 又碰上了一件事情,就凸罪这个汉国统伯这个国家崩溃了 统伯国家崩溃以后,唐朝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对手 整个西域,一下子突然又回到唐朝手里了 当然这是唐朝最后的事情,最后几年的事情了 当时唐朝皇帝,唐朝整个国家觉得好像又庆祝了一番 整个西域和其走廊新疆又回到唐朝手里了 但是没过几年,唐朝自己也灭了 唐朝自己也走下衰落了 土坡实际上已经处于忽略瓦解状态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土坡主动归附 整个土坡,所有地方都归附了 这是一二四七年发生的事情 由于拔都对贵游不满 但是双方还没有真的产生什么明显的分歧的时候 贵游借口 说我在蒙古彩,蒙古彩让天气太凉了 我要到中亚西加去养备 于是,率领大军向西进发 实际上,他是准备去进攻拔都的 但是到了中亚西加,他自己死了 贵游只做了两年的皇帝力,两年都被倒,就死了 不能叫皇帝,叫可汉 蒙古国的最高统治,可汉 他只做了两年就死了 结果一死呢 本来差点贵游和八都打起来,但是也没打起来 这里有一张图给大家看 这张图是蒙古文写的,我们网上找来的 这个是罗马教皇当时派遣的那个使节 千里迢迢来到蒙古首都河游 正好碰到贵游,库里台教派大会的时候 罗马教皇那个使节,亲眼见到了蒙古 怎么悬起出的可爱 最后贵游怎么登基,都见到了 所以他回去,他那本书里记载了很多这种事情 然后还劝贵游,他是罗马教皇派人 他希望贵游,蒙古的贵族,你们都要信天主教 讲了一句道理,最后贵游那招 当然贵游最后也没信天主教 贵游写了一封信,你不是罗马教皇派人吗 写一封信,你带回罗马教皇去 写一封信里写什么呢 英国法国罗马教皇,你们都要通通的向我们蒙古臣服 那封信的主要内容呢 这封信,至今保持在罗马 那就是这封信,大家看一下 等到贵游去世后,后面那个可爱就是文革了 由于拔游跟贵游实际上是不合的 贵游是一二四八年春天去世的 这样就产生了拔渡系加托雷系 和乌国台系和查和台系 文物贵族群成两个分别 拔渡系代表的是长子 托雷系也是幼子 也就是文革啊,那帮人 那边是乌国台的家族和查和台家族 他们到底谁做大汉,形成两大派 一开始追着草,还没真正打起来 到了1250年,拔渡在中亚草原上招派库里带大汉 然后他急急让蒙哥做大汉 拖雷的那个长子,蒙哥做大汉 1250年,拔渡让他的弟弟率领大军回到蒙古高原 也就是回到蒙古人最重要的,在汉南 在汉南河畔,又举行了库里带大汉 正式推举蒙哥做可汉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蒙哥他骂 就是拖雷的老婆 当时在蒙古贵族里面是影响很大的 他当然支持自己的儿子做可汉 再加上拔渡支持,拔渡还派兵回来了 所以最终,1251年,蒙哥做可汉的练习就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以后,马上把贵游的老婆给杀了 把打击那个温国台戏,把贵游的老婆给杀了 这件事情造成温国台戏和残和台戏很多贵者模仿 蒙哥在派兵,把他们的统练造成这样 实际上不是说把温国台和残和台这两戏的家族全部杀掉 只是某些叛逆的那些将领,盖刹杀,盖抓了抓 蒙哥在算,虽然坐过了他那个客户,大汉的位置 实际上这时候,蒙古的贵族分离的情感已经非常明显了 再怎么说,蒙哥还是整个蒙古国的最高统练的可汉 大家还是承认的 等到内部事情摆平以后 内部分争摆平以后 每个可汉一上位,要召开个大会 我们继续远征世界各个国家,去征服世界 于是呢,蒙哥就开始安排了 安排怎么样重新开政 他的叙连务是西征,进入阿拉伯那些地方 然后自己和忽必烈是南征、大理和南宋 整个中国南方也要全部搞定 这个就是1254年忽必烈攻克大理才能大理国结 大理这个国家怎么个历史 稍微给大家讲一讲 大理这个国家就是云南 主要在云南 今天大家去云南有一个地方叫大理 这就是当年大理国的首战 大理国怎么产生的 就是唐朝唐贤宗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居民开始反叛 其推翻唐朝统治 然后唐贤宗派那个谁去镇压 派那个杨贵妃的哥哥 杨贵宗去镇压 结果唐朝几十万军军死在那边 当时唐朝独立以后 那个国家叫南昭 知道吗,南昭国在云南独立了 然后杨贵宗几十万军军死在那边 回来还不跟唐贤宗说 全国人民都知道唐朝这场仗打败了 就是唐贤宗不知道 最后 最后暗时之外一爆发 唐朝也管不了那个地方 那地方云南就变成一个南昭国 南昭国逐渐延续到后来 到宋朝那个时候 南昭国变成大理国 大理国到这个时候结束了 但是,忽必烈没有把大理的王室杀掉 蒙古仍然安排大理的王室 世袭有一个关系叫大理总管 大理的王室姓段 可能大家武打是这样的 一直到最后 蒙古原朝灭亡的时候 大理这块地方都是蒙古人统治 明太祖出现,他派了很多军队进去 把大理彻底搞定 大理是蒙古的最后,蒙古人绝对彻底搞定 把大理灭了以后 实际上已经对南宋形成一个半包围之势了 于是1258年,攻打四川 他们开始进攻南宋了 到1258年左右,基本上战争了整个四川 四川被蒙古占领了 南宋就剩下,动到这一块了 南宋这个国家,这时候已经是岌岌可畏了 到了1259年,忽必烈开始进攻忽必 他们想送这边 从西面往东面亚 最著名的就是湘化之战 南宋灭亡以前的最后一小大战就是湘化之战 但这时候还没有打 忽必烈刚进攻忽必烈,刚来到湘化这个地方 听说蒙古在四川,又四次面子 蒙古指出了八年的可汉 蒙古死了 蒙古一死 忽必烈只是留下一支军队 蒙古一死了几十年 另外一支军队就是叙烈五看着西战 这是蒙古人的第三次战争 叙烈五战争 叙烈五那是1953年叙烈五军队越古阿姆和进入伊朗 这时候,由于炸燃殿也被打掉了 伊朗那边,基督川已经没有什么抵抗蒙古人的力量了 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抗蒙古人 于是,伊斯兰家最早出现了这个情况 因为正面战场打不过 正面战场打不过蒙古人 于是,伊斯兰人,伊德鲁伦伦伦伦伦 当地人开始搞恐怖活动 有一个著名的伊斯兰长老,暗杀汉 专门暗杀蒙古人 我们今天听,伊斯兰地区有很多恐怖组织 这是最早的恐怖组织 而且他们这个暗杀的目标是谁 他们就要想办法把蒙古,把叙烈武暗杀掉 当然最终,当然没有什么 对,这个所谓的阿萨兴派 也就是伊斯兰长老暗杀传 他们最后都躲在山区里面有一些城堡 叙烈武对这些城堡发起了攻击 一个一个把这个城堡全部攻克 最后把这种伊斯兰长老暗杀传给最后摆平 这是叙烈武做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这样整个伊朗就摆平了 摆平以后呢,1258年 也就是说,那边蒙哥,忽必烈在攻下四川的时候 这边缩人巴尼拉克图城 巴格达图城 巴格达图城可能是蒙古人在各个方向上远征 他们都进行过图城 巴格达图城可能是最后一次 对世界上比较大的,比较繁华的城市的一场大图城 因为后面忽必烈面南宋的时候 没有再搞这样的大图城 因为蒙古人也盗了,蒙古人也开始文明遣了 不能这样搞大图城 因为搞完屠杀以后,这个地方没人了 你占领他也没意义了 巴格达图城杀了几十万的巴格达人 把一座中世纪的这座,巴格达曾经是中世纪族 不是说最晚,至少是顶级的那座大城市 搞成一片华人 结束了阿拉伯地门的阿拉斯王朝 一般认为这一年就是阿拉伯地门的结束了 1260年,攻占大马士库 首带大马士库是萨拉丁后人 萨拉丁的家族 我介绍过的埃及的萨拉丁 1260年叙连五,结束了萨拉丁开创族的法律王朝 攻克了叙利亚 蒙古人继续西进啊 叙拉克战里面,叙利亚战里面 要进入巴勒斯坦了 1260年蒙古军队进入 写出来不是巴基斯坦,是进入巴勒斯坦 上次以前介绍过,阿英扎勒斯战役 埃及军队完胜蒙古军队 这上的战役很有名 蒙古这个大将,这个应该念切笛不花还是念可笛不花 切笛不花 反正不去把他,反正切笛不花 但是你看原先那个蒙古英德话 英德韩英语的概念可 我看过,蒙古文我是不懂的 但是蒙古文翻译成拉丁文以后 读民翻译过来以后,K开读的课施 所以可能念可笛不花 可笛不花在两万蒙古兵阵亡 两万蒙古兵当中的据说,其实不是两争执的两万蒙古军队 里面只有几千是蒙古军队 别的都是伊朗和伊朗那边带过来的军队 这场战役导致蒙古军队愿意踏上非洲 像阿斯特史记里面,把这个战役描写得非常精彩 切笛不花是叙烈乌的先锋大将 首先是他比叙烈乌先越过 他是率领先锋军队先进武的一套 所以是叙烈乌首相的姻缘爱将 他跟埃及军队打的时候,已经要打不下去了 蒙古军队已经要败了 切笛不花就像斯巴达人一样 我只会实在是,我不会扯着 最后他在战场上,被俘虏了 俘虏了以后,埃及的那个人就骂了 终于我抓住了一个蒙古的高级将领了 他也一点不屈服 他说,你现在这样的话,以后叙烈乌的愤怒 叙烈乌的愤怒会迅速地踏平你的埃及 这样,最后他是被砍到,砍到的死 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主席 保护了伊斯兰教,让伊斯兰教没有彻底被蒙古人消灭 伊斯兰圣地军位落入蒙古人 哪些圣地呀 蒙古人没有占领拉德斯坦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上里 麦迪迪纳,都在伊斯兰教上里 所以埃及这个政权就保护了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 麦迪迪纳,这些对伊斯兰教非常神圣的地方 都被埃及的马姆努克王朝给保护住了 然后呢,我上次也讲过 马姆努克王朝找了一个安巴斯王朝的后代 让他住在开罗 让他继续宣布他是哈利发 继续延续这个哈利发这个政党 再回合作一下,1259年,门戈在四川病逝 门戈在四川病逝以后 蒙古帝国就真的分裂了 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最高的课 还没有呢 首先呢,按照规矩 你看,按照蒙古人规矩 你看他们兄弟几个啊 蒙哥,忽必烈,叙烈烏,都出去打 最小的儿子阿里布格,应该留在蒙古草原上 所以阿里布格自认为 蒙哥斯特木,我是最小的李英武 按照蒙古人规矩,李英武,我继承大汉的位置 阿里布格也不管他们了 阿里布格自己占据蒙古草原 脱离了赤子的忽必烈 他占据了中湖出南宋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最后他建立起了原厂 实际上,实力最强的是忽必烈 忽必烈手头有兵啊 打南宋嘛,兵都在蒙古草原上 这个阿里布格在蒙古草原上啊 兵都被蒙古,被蒙古带走是吧 而脱离的第三个儿子,就是叙烈烏,占据了希亚 也就是伊拉拉,伊拉克拉,叙利亚,小亚,希亚 最后他建立起了伊尔汉国 然后呢,拔都的弟弟叫别尔哥 他在俄罗斯草原,建立起清沙汉国 又名金藏汉国 金藏汉国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叫做金颜色的 然后呢,查和谭的孙子叫阿鲁昆 他占据了中亚西亚的西部建立起查和谭汉国 然后呢,乌布谭也有个孙子 他占据了中亚西亚东部建立的乌布谭汉国 每个人都各去一方 当时这个蒙古已经分裂成这样的了 蒙古活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承认 蒙古是最高的可汉 得到蒙古一死,不知道怎么办 到底谁做下面的可汉呢,马上就出问题了 首先是阿里布格与乌布谭的恨夷之争 阿里布格占据蒙古草原 乌布谭占据华里培原 你看,出现在我们像汉朝和匈牧一样的情况了 明白这意思吧 乌布谭变成长城以南的,阿里布格在长城以北 乌布谭召集各地的蒙古元老,准备召开库里财大会 实际上是希望大家都来,因为我乌布谭有兵嘛 阿里布格占据蒙古草原 阿里布格已经第一个率先宣布了 他也不着急在库里财大会 他率先宣布,我就是可汉,我就是最高领导 因为我是最小大,脱离最小的儿子 你应由我来继承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乌布谭召集各地的蒙古元老 要准备召开库里财大会的时候 叙列乌,阿朵宏,别尔格这些大的可汉 都说我们来参加了,来参加了 那摆平你们到底是阿里布格继承皇位呢 汉位呢,还是乌布谭继承汉位呢 但是乌布谭召过,有个人叫海中 就是乌布谭的孙子 他提,绝对不能让乌布谭做可汉 他坚决反对乌布谭 所以你乌布谭召开霍里财大会,我们都来参加了 结果呢 如果这几位大佬们都来参加开会的话 或许还能摆平这个事情 结果,叙列乌和比尔格在高加索打起来了 为了高加索的事情打起来了 金藏汉国和伊尔汉国打起来 为什么会打起来呢 比尔格啊,他新伊斯兰教 比尔格是拔头的弟弟,他新伊斯兰教 然后他一直说叙列乌你在那边 把哈利发也杀了 巴格拉还屠城 他马上说杀哈利发这件事情就是你叙列乌部队 哈利发怎么能随便杀呢 要杀也是应该用我们蒙古人 比如说让蒙哥的可汉 或者各地的蒙古的最高的领导人商量好以后 怎么处理成哈利发 哈利发是伊斯兰教最高领导人 怎么说上去说上来 以这个为借口 比尔格和叙列乌在高加索打起来了 然后呢 忽必烈这个周期大家开库宇汉 结果汉还没开呢 叙列乌死于1265年 比尔格和哈罗宇汉也死于1266年 这几人都死了 全蒙古的库立台杂会 这次再也无法召开 没办法召开 那不管你不开会那么好 忽必烈跟阿里蒙哥打起来 内战四年 兄弟俩打起来 这个战线很清楚 就像我们忽必烈占据的是中国 华北 阿里蒙哥战据的是蒙古草原 但是别忘了阿里蒙哥手头其实没做到北 蒙古草原上你没什么力量 打了四年,但是忽必烈一开始 你没法把阿里蒙哥打败 怎么办呢 忽必烈搞了一个东西 基本上是沿着中国长城一线封锁 因为当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华北 占领这么大的地方 蒙古的首都在河岭 在蒙古草原上有个地方,有个地方叫河岭 蒙古贵族吃的喝的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知道这个意思吗 都是由中国华北地区提供的 他们粮食都是华北地区提供的 忽必烈把这一条封锁 让你阿里蒙哥没得吃 你回头去看你当年成吉思汉 成吉思汉跟经朝的关系 其实跟地图上有点像 但成吉思汉怕经朝 你经朝不给我成吉思汉吃 我成吉思汉就没得吃就要投降了吗 但是现在不行了 阿里蒙哥没得吃了 最后阿里蒙哥投降 投降忽必烈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里蒙哥 我阿里蒙哥是你忽必烈的弟弟 忽必烈不能杀阿里蒙哥 就找他囚定起来 结果没第二年 阿里蒙哥就死了 有可能就是被忽必烈搞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 蒙古形成了元朝加四大汉国 忽必烈是元朝 在中国这一块形成了元朝 然后叙列物占据了西亚 建立起伊尔汉国 拔都和他的弟弟叫比亚尔哥 占据了南俄罗斯草原 建立起清大汉国 而中亚世代有沃古台汉国和查核台汉国 元朝不算四大汉国 另外也算四个汉国 我们从中国的人的角度来看 算他们四大汉国 忽必烈与阿里蒙哥的政治行为内战四年 战四年终于打败了 打败以后 沃古台汉国是绝对反对忽必烈的 忽必烈一生都在整个忽必烈到死 都没有打败沃古台汉国的海中 双方一直在打 在中国、新疆这个地方打 元朝很难控制新疆特别是南疆 因为南疆都在海中手里 甚至有个时候蒙古草原都被海中拿去 忽必烈其实从蒙古汉国的角度来看 忽必烈的元朝并没有以前蒙哥 蒙哥或者承洁三帝 1271年12月11日 忽必烈采取汉指决、中国人的方法 宣布建立元朝 将蒙古帝国的首都由河岭迁到大中 也就是东西的北京 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元朝 同时他终于北方摆平了以后 他终于能够冲出军营来 进攻南疏 相反之间打了这么多年 打了五年 从1268年又讲到1273年 大家看啊 从上次蒙哥、忽必烈进攻四川到现在 又已经过去十年了 这十年期间 南疏又过眼参加了 而且从南疏的角度当时很可调的 南疏一看,门离就会撤了 南疏又搞签住活动了 还有我们太厉害了,把门离军给他跑来 然后十年一到 忽必烈把阿里布格搞定了 忽必烈军队又来了 始终攻克不了 相反是两个城市 一所叫樊城,一所叫襄阳 始终攻克不了襄阳 于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件事情 忽必烈向伊尔汉部正调的一种火炮 就是阿拉伯人制造的一种火炮 然后呢,有一个伊拉克人叫阿拉伯定 奋命来到了忽必烈这里 制造了火灰火炮 无论是中国的史书上,还是蒙古的史书上 甚至于马可波罗那本书面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马可波罗那本书,他没提到阿拉伯定 他说是我来造的 忽必烈命令我来造炮 然后我造出一炮,炮一轰带就把向阳城给轰塌了 然后蒙古军队就攻在向阳了 其实,马可波罗自己在催你们啊 大家都知道 西洋凡志战以后 忽必烈占领了向阳和凡志战 基本上把烘焙占领了 战了以后,南宋时期已经无力抵抗了 没有任何力抵抗 中国人后来都怪南宋当时的那个宰山的贾思道 都把贾思道说成是奸臣 南宋就是毁在他时候一样 但是你现在不够宰山,你是贾思道的,你面对这种形式 你有什么办法,你也没办法 你也就是做一天,和尚广帝,做一天宰相,就舒服一天 也不知道南宋哪天就会灭亡了 1276年,援军顾客临岸,南宋皇帝投降 南宋皇帝虽然投降,但是南方还进行了几年的抵抗 一直到1279年,3月19日,雅山战录 陆雪佛,背着大宋的这个教室 南宋最后一个小话题,照片,跳海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到这时候宋朝才灭亡 我今天也不展开这个话题 宋朝的灭亡,很多人认为 我稍微提一下 宋朝的灭亡是结束了从唐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一次复兴的活动 中国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跌入了地板 这个事情是很多官媒讨论的 因为很多人把宋朝是很奇怪的王朝 经济文化非常发达 中国历史上像宋朝这样的 中国的几个汉王朝里面 宋朝可以说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 但是反过来宋朝又是几个王朝里面军事力量最差的 你看后面明朝军事力量 其实明朝一开始军事力量是很强的 宋朝军事力量是最差的 一点点被人家打败,连西夏都败不开 但是文化,经济文化,又打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而且特别是,比如经济上面 很多人都说了,宋朝的经济几乎就处于工业革命的前面的中产问题 中国的经济已经卡到这个水平 但是这种中国人都卡过去 然后还有思想界 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 你看一个文明发展起来,需要有一大批思想家 你看这个思想家多了 并且思想家有着充分的活力去思想了 那么这个文明就开始发展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 仅有两次是思想 整个中华文明里的思想最火位的时候 一次春秋战国的时候,有朱子败家 第二次再去送藏 姓成的,有两个人 有南宋的理学,有朱熙 有这么一批人 然后形成了理学和心理学两大主要的流派 在整个中国掀起了一个文化的高峰 也是宋朝的 但是呢,宋朝的灭亡 等于是要中华文明的这一次复兴,彻底有没有结束了 中华文明重新以后,又开始与新的流派了 可以再说吧 这个问题不展开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 原朝的疆域空陷广达,远朝汉堂 这个也对 看上去是这样的 说一下这边 接下来对忽必烈的时候最终重要的 虽然把南宋灭了 蒙古诸国之中,只有伊尔汉国承认忽必烈是最高的可怕 所以说,几大汉国里面,只有伊尔汉国承认忽必烈 忽必烈根本就是没有达到那个蒙哥 或者以前乌国承认的那个程度 然后,查贺台国支持海东 元朝不能保有今天的南疆地区 但是多次战争以后,元朝还是守住了蒙古草原的这个组织之地 蒙古草原上,当年成杰斯坦从那里发源的 那个地方还是被元朝守住了 只能这样说的 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以后还要详细介绍一下 也不是详细嘛 以后还要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 再介绍一下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国家历史 这里稍微讲一句 其实整个忽必烈的地区生,除了把南疏灭到以外 他没灭过别的国家 他1274年,1281年,两次入侵事本 日本都失败了 看大家听说过这件事情 1287年他入侵缅甸 让缅甸的普干王朝因此灭亡 但是元朝也没法统治缅甸 最后缅甸自己形成那样 像南北朝一样,缅甸自己形成那样各国朝 1289年,还入侵爪哇岛 也失败了 然后他九次入侵朝鲜 七次入侵越南 特别是入侵越南,越南人打得很艰苦 但是最终越南还是抵抗住了蒙古人的侵攻 最后朝鲜和越南只是称臣 内部还是保持自身的 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出,南宋可不可能活下来当时 其实是可能的,你看人家朝鲜,越南都活下来 朝鲜,越南最后其实没有被蒙古征服 日本就必须说,因为要跨海 当时由于海洋的原因 蒙古人民能征服日本也就算了 但是人家朝鲜,越南都守住了 特别是越南守得很艰苦 不管怎么说,朝鲜,越南只是被蒙古称臣 内部保持自身 基本上打越南,每次军队派进去打 军队在那边抵抗,最后把蒙古人打败,打破了 越南国王马上派一个使称到蒙古那边 我们称臣无大夫,别再打我了 这样就给蒙古面子了 那也就算了 朝鲜还有一次 朝鲜最后后来形成了一个规定 朝鲜的王后一定是蒙古人 朝鲜国王肯定是蒙古的驸马 这样朝鲜和蒙古就变成结亲了 那这样也不会打了 当时这个情况,我再介绍一下 忽必烈是1294年2月18号去世的 忽必烈活得很长,你看看他的几个兄弟都没活这么长 他的几个兄弟都126几年就去世了 他的孙子叫田沫尔继位,就是后来的元成宗 忽必烈孙子是田沫尔,是1294年到107年在位 他一继位以后没多久来,发生了铁金古山战役,援军与海都大战 就是那个沃哥台汉国的海都,打了一场大战 大战以后,海都复杀了,复杀跑掉了 第二个海都就死掉了 海都意思呢,这个沃哥台汉国的旧地被查和泰汉国控制了 沃哥台汉国就冥存死亡了,没有了 但是沃哥台汉国呢,查和泰汉国还立了一个海都的后代 做所谓的沃哥台汉国的可汉 由于海都的死,最大的疗状,某种问题解决了 那边那个须列污也早死了 那边金战汉国和伊尔汉国之间 本来为了高加上的事情,打得不会开交 这时候也不打了 终于1303年,元朝于查和泰汉国,清查和泰汉国,蒋和 这样的话,名义上各个汉国都承认了原的宗主地位 到这一年的时候,大蒙古的名义上恢复了 大家都承认,这个田木尔为最高领导了 这是最后一次,整个蒙古各个汉国之间 又达成了一个妥协 那么袁成宗呢,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大贵战争 这张是从网上找来的,当时的情况 这就是中国的元朝 印度有个已经兴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德里苏丹国 然后中亚西亚是查和泰汉国 查和泰汉国呢,为什么没有过泰汉国呢 因为查和泰汉国已经等于被查和泰汉国吞并了 虽然查和泰汉还保留了一个沃和泰汉国的可汉 可汉始终有用的,一带一带始终有用的 西亚代是伊尔汉国,这里是马木鲁克王朝 保卫了埃及,也保护了巴勒斯坦和麦加,麦迪纳其那些地方 北部的俄罗斯好像是进藏汉国 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当时形成这么一个格局 这就是袁承宗那一年 袁承宗那一年,因为大家都讲和了 并且大家都承认,袁朝是最高的领袖了 所以每个金藏汉国也好,查和泰汉国也好 伊尔汉国也好,他们都派出使节 拿着本国的地图,送到袁朝这里代表 就是袁朝是最高的统治者 但是再往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交往了 金藏汉国和伊尔汉国后来就改新西兰教了 金藏汉国连蒙古话也不会说,那些人都说突厥话了 伊尔汉国等于变成伊朗国家了 袁朝也很简单,是中国一样的国家了 整个世界其实又分开 袁朝存在九十九年 伊尔汉国存在时间大概也是九十年 金藏汉国存在时间比较长,存在两百年 在草原上,金藏汉国一直在草原上 杂贺台汉国也是后来分别瓦解 反正基本上也没存在多少年 以后再讲,斯打汉国 蒙古这些汉国最后的结局 我下次今天就会讲 从承接斯汉开始到忽必烈 蒙古人几十年间建立起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个大地国 承接斯汉是以屠杀,蒙古人是以屠杀残暴住民 但是建立起这么一个大地国,另外一个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呢 就是东西上的交流出现了,其他所有交流 为什么呢 一旦它这么大一个地国建立起来以后 交通线路通了 于是,你们看这个时代出了很多伟大的旅行家 我接下去今天这个第二个内容就是介绍几个旅行家 给他介绍一下 首先有一个人叫波朗嘉宾 波朗嘉宾,有著名的马可、波罗 还有就是一本白头菜 还有很多,特别是前往中国传教的那些基督教人士 很多很多当时 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首先介绍这个波朗嘉宾 他是1180年到1250年 他是意大利人 他奉教皇之命出使门口 1246年他抵达河嶺 青年目睹了贵游汉的登基大殿 他确实说,贵游汉以及门母贵族 改姓波来姓天主教 当然没有成功了 此后还有好几个罗马教皇 也要往东方派使劫 这个事也有的 这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很多人来到中国以后 又返回了意大利 往往会把他们的整个经过写成一本书流传到今天 最有名的是马可布罗那本书 但是这些人写的书比马可布罗那些人写的书要实际 要严肃的 只不过因为马可布罗那本书有名而已 还有一个人叫郭多利克 他不是游戏派过来的 他不是罗宝强,他自己喜欢旅游 他1318年从威尼斯启程度游 经过隽士党地岛 塔拉布宋,霍鲁兹梦买西兰,苏诺达拉战 从广州进入中国 他游历了泉州,福州,明州 明州就是今天宁波拉 杭州,经历严州,达东等地旅行 最后从西藏打过去 然后他也写了一本书 等于他来中国玩了一圈 花了几年时间 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蒙古大帝国的情况下 这些人的旅行是不可能达成的 西方有人到中国来 中国也有人到西方去啊 列班扫马,他是北京人 听这个名字,他叫扫马 他其实是汪谷渡的蒙古人 他是出生在北京的 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信仰了基督教 他在北京信仰了基督教 当时有很多传教士来中国,他就信基督教了 作为基督教的教徒 他一直有个愿望 他要去耶路撒冷,看一看 去耶路撒冷朝圣 1276年这一年,经过忽必烈的批准 所以扫马离开大帝,前往西方 他准备去耶路撒冷朝拜去了 1280年,他到达伊尔汉国 到伊尔汉国有个问题 耶路撒冷当时不在伊尔汉国控制中 耶路撒冷在埃及的马鲁克王朝控制去了 所以列班扫马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去成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伊尔汉国当时的可爱叫阿鲁魂 决定让列班扫马出使西欧 于是,1287年,他相继到达军士坦,比方罗马和巴黎 他会见了东罗马皇帝,法国英国国王,还有罗马教皇 伊尔汉国为什么让他出使西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尔汉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埃及的马鲁克王朝 伊尔汉国想要联合西方国家 伊尔汉国共同对抗埃及的马鲁克王朝 所以派他去 1288年,他访回伊尔汉国 最后他没有回到中国 他1294年是在巴布达去世的 他的人生经历,在1887年的时候 在叙利亚发现了,由叙利亚为写作的列班扫马传记 让我们知道了他整个人生经历 另外很著名的一件事情 这张地图是当初列班扫马旅行的地图 他从北京出发,走过东亚,一直走到伊尔汉国 然后再到欧洲多了一圈一回来 这个就是阿努魂可汉,让列班扫马带给法国国王非议的国书 这份文件今天仍然保存在巴黎 巴黎的某个博物馆 整个文书是用蒙古文写的 但是上面刻的那个大印 国书上面有大印嘛 这个大印是用汉字写的 这个文件叫弗国安民之宝 是当时伊尔汉,可汉的那种大印 也许这是法国人第一次看到汉字 这个文件到今天仍然保存在巴黎 这个叫什么 列班扫马 然后有一个人是大大的有名 可能大家都知道,是马可波罗 整个马可波罗游记在这边看过没有那本书 可以去看,那本书还是蛮有意思的 马可波罗呢,他是意大利文斯人 据说他的父亲曾经经商到中国 后来又回到意大利了 1270年,马可波罗跟随了父亲再来到东方 1270年到达了大东 从此以后,他在中国升红了20年 根据马可波罗自己的说法 他使用忽必勒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忽必勒非常欺误他 当然他到过元朝所统治的很多很多地方 他甚至负责管理扬州三年 从中国的史书里面,根本找不到马可波罗这个人 1292年,护送蒙古的公主郭郭珍到伊尔汉国 从海中走了,并且返回维尼斯 当然是忽必勒让他护送公主去伊尔汉国 其实忽必勒不是让他 忽必勒肯定有很多人,他只是其中的人之一 到了伊尔汉国以后呢 他就从伊尔汉和西伊尔出发回到维尼斯了 1298年,他在维尼斯的海军里面 那年维尼斯的海军与热纳亚的海军在海上进行一场战斗 结果呢,他被热纳亚佛罗关在热纳亚的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他遇到一个作家 叫做《鲁斯提签》 关于这个作家,除了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面 这个作家帮他写的《马可波罗游戏》里面 我们对这个作家一点都不来讲 然后呢,在这个监狱里面 他将自己进入口述 并且由这个《鲁斯提签》笔录 写成了这本《门明世界》的《马可波罗游戏》 出来以后,这本书迅速成为 因为当时欧洲的畅销数影响巨大 让整个《鲁斯提签》都惊讶了一下 可能到了中国 但是马可波罗今天研究马可波罗有很多问题 稍微介绍一下 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其实从来没来过中国 为什么?有很多论点 因为《马可波罗游戏》那本书里面有很多问题 首先,马可波罗游戏中从来没有踢到过筷子 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 他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他肯定会觉得中国人是用筷子 他肯定是用媒体的 在中国生活了20年,没见过中国人用筷子吗? 马可游戏中还有很多史实的错误 比如说他讲过毗勒进攻日本 他有很多人讲错的 我们认为他不可能讲错 因为他是当事人,他当时就生活在中国 他怎么会把两次进攻日本的不同的事情搞混 两次进攻之间相差好几年 他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话 他怎么会搞混这两个事情 当然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 他这本书又把他宣称他跟忽必烈的关系多好多好 我们今天看看,看起来都不像是真的 只是他自己吹牛而已 还有说马可波罗不懂汉语 看起来马可波罗是不懂汉语的 或许他懂得文库的话,懂得波斯的话 但是看起来他不懂 他虽然在中国生活了20年 如果他真的来中国的话,看起来他也不懂汉语的 但是,孤国中共主从海洛书到达伊尔汉国 嫁给当时伊尔汉的河汉战这件事情是事实的 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 中国的旧规使用里面,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马可波罗总知道 现在很多人认为马可波罗有可能真的没来过中国 他只是在那种伊尔汉国,或者黑海地区 去做生意 他关于中国的那些事情都听出来的 他回到威尼斯以后,他跟着说 我去过中国,我跟吴比列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说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马可波罗有几个人很著名的 比如说,他知道鲁顾桥 其实他没到过鲁顾桥也可以 他听说别人到过鲁顾桥 他听伊朗波斯那边的人说鲁顾桥也可以 这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也没法考证了 首先,马可波罗这个人在中国的史上完全没有记载这个人 说明他在中国地位不是很考虑 肯定是个小人物了 你看,李玛窦这样级别的人 唐罗王这样级别的人 对中国历史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中国史上都有记载 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呢,就是说 这个年代大家看一看 1298年13年 欧洲即将文艺复兴了 欧洲已经开始复兴了 所以马可多罗这本书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影响到达什么时候 这本书当时欧洲还没有发明印刷书 这本书是纯粹抄的 大家都要抄这本书 通过这本书让欧洲人对东方中国产生极大的兴趣 甚至于后来哥伦布远昂的时候 用的那些名词讲到了中国 哥伦布是想去中国的 他都想到什么,启丹啊,可汉啊 他用的都是这些名字 让当时整个欧洲人就这样去理解中国 完全靠这本书来理解中国 这里呢,我也要反思一件问题 为什么同样去过西方游历的中国人 留下的著作,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想到另一个问题 中国文明啊 张天去西域,回到长安 张天变成一个名人 张天去西域,带回了那些消息 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反过来看,郑和出去一次 回到中国以后 有什么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中国人就郑和出去玩 到了拿门那些事情 看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 大家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们知道这个最后 郑和很多远航那些资料 最后那个事情知道吧 就是过了很多年以后 郑和不是出去,马上我接个电话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从一个开放的外向性的中华文明 从一个开放的外向性的对外界有好奇的那种感觉 变成一种封闭的内变的对外界事物 没有好奇性的那种 郑和的这件事情去充分说明这件事 郑和远航这么多次 带回来这么多奇闻,各种奇怪的事情 或者大家没见过的东西 去过很多大家没听说的国家 郑和带回来这么多资料 最后过了几十年以后 当时明朝有一个官 最后把郑和这些资料全都收掉 为什么收掉,知道吧 从当时人看起来,他还是很正义的 你们正合写的那些东西,他带回来那些资料那些文件 让你们整天在想那些遥远的奇性怪状的那些事情 现在我们明朝应该看清了明朝现在的事情 你们不要再去找那种奇闻怪谈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都是没意思的 我们中国应该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 他站在这个立场上,把当时皇宫那人,也不是说国家 很多跟郑和有关的那些书籍啊,什么的那种资料啊 包括郑和行行那些资料,全都烧掉了 你现在想象很可惜,但是站在当时他的立场上 你们看起书以后,老是在想那种遥远的国家那些稀奇无怪的事情 对不对,也有道理 但是反过来说,为什么南可佛罗有一次在欧洲形成巨大影响 当时欧洲人很想了解东方 很想了解这个世界 充满了一种兴趣 充满了一种想为之世界去探求的一种兴趣 所以后面就有大好坏事件到来了 当时的欧洲已经处于一个即将爆发的大航海时代 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了 已经即将开始了 欧洲即将开始爆发出他们的力量来了 当时中国处于原朝以后,特别是明朝、清朝 中国处于一个封闭无内面的 不愿意去接触外界的一个文化环境 这个跟以前的汉朝完全不一样 汉朝的时候,我们张前处始续 以前有人跟我讲过,康熙那个时代 中国好像很厉害,康熙前中那个时代 你这么厉害,中国为什么不派这船去看看英吉利在哪里 看看法兰兴在哪里 当时已经有英国人都派始织来中国了 中国人完全对外面这个事情没有兴趣 只对自己传统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事情 都觉得还有点兴趣 真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不打开了 接下去再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更要传奇 这个人叫摩洛哥的一本白涂泰 大家听说过这个文字吧 我讲了他的经历以后,你们就知道 这个旅行家,可能是古往近来最厉害的旅行家吧 他是一个摩洛哥的人 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准备去卖家朝圣 结果他一走,走了几十年 走了十几万公米和旅行 途径了今天四十四个国家 成为大航派,实在去过最多的地方 一本白涂泰,你没听说过吗 我很导致听过这个 这幅图就是一本白涂泰,骑在骆驼上的样子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旅行家 所有的旅行家 中国的徐沙克在他面前,我们今天讲叫弱暴了 跟他讲一本白痴的旅程 现在他第一阵,1325年到1332年 这是当地图的太理 这些年里面他去过的地方 伊本白痴太理,他是一个摩洛哥人 很多伊斯兰教徒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去麦家常盛 所以他一开始的愿望,就是想去麦家 所以他1325年这一年,去麦家朝圣,在朝圣之旅 这条线路还是很传统 从摩洛哥出发,途经阿尔及利亚 我讲的是今天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来到埃及 来到埃及以后,到麦家有那么几条路 一同从西来半岛过去 一同从南方,从埃塞埃比亚,到红海,中国红海过去 他选择了南方这条路 这样的话,他就准备进入埃塞埃比亚了 不是,说说苏丹 埃及南不能国家苏丹,他准备进入苏丹了 埃及当成是什么国家统战 是马乌鲁克王朝 马乌鲁克王朝很强大,是最强大的时候 所以苏丹很多地方被马乌鲁克王朝占领了 但是苏丹人民开始发动起义,反抗马乌鲁克王朝 一本白家到达苏丹的时候,苏丹就这个情况 所以那边打仗了,去不成了 他只好不选这条路 从苏丹返回,又返回到开罗 从北面这条路走 这时候他遇到一个长者 跟他说,你要成功的去拜价,你一定要先去叙利亚 你去不了叙利亚,你到不了麦加 他就听了这句话 于是他就往北,从埃及这里,过西南半岛 经营了哪些国家,看看 经营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一般人来到了叙利亚 他再从叙利亚出发,再往南 人生第一次,终于到达了麦加 麦加今天是撒塔了 他终于到麦加,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到麦加 之后,麦加好像在看到了 他想去真正的两河流域,巴格达看看 于是他就看起人生的第二段,叫伊尔和古之旅 他从沙特阿拉湖出发,穿越沙漠 穿越沙漠,到达了两河流域 看到了纳吉夫,巴格达,摩苏,这些传统的伊拉克的城市 他到巴格达的时候,虽然距离叙利亚 攻占巴格达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 但是他那本有书里还记得表现巴格达,一片残暴的景象 蒙古人屠杀完了巴格达,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伊拉克也去过了 他还到了当时伊尔和古的中心地带 伊朗的斯拉兹 伊尔和古主要是以伊朗为主的国家 斯拉兹那些地方 这时候他经过了伊拉克,伊朗 他又回到了萨塔罗,第二次帮他买家 这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呢 他不想回家,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太有意思了 他决定继续出去旅行 这次旅行呢,他想顺着非洲的这条海岸线到南方去 看看南方那些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经过了野门,俄历特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 到达了肯尼亚和坦萨尼亚 然后呢,他才从坦萨尼亚坐山回去 回到了阿拉伯的阿曼 回到阿曼以后呢,又回到阿拉伯门了 他是第三次返回麦加城 这时候他是以麦加为基地出唐 东非制度,经过了野门,埃塞俄历特利亚 索马里,肯尼亚,坦萨尼亚,阿曼 接下来就进入他的旅行的第二阶段 比前面第一阶段更厉害 是怎么回事呢 他旅行过这么多地方 被遥远的一个国家叫印度 印度有德里苏丹,被德里苏丹听说了 德里苏丹当时是刚刚从,我讲过德里苏丹,我怎么建立吧 一帮突厥人进入印度建立起德里苏丹 并且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所以他很希望从伊斯兰教世界 再请很多信仰伊斯兰教人过来 来对付当地印度原先的那些土著 所以德里苏丹请伊本白兹去印度 这是伊本白兹已经出名了 一末要去印度 伊本白兹决定先去土耳其,寻找翻译和向导 为什么知道吗 德里苏丹是突厥人的建立 德里苏丹在那边,德里苏丹在网上他们说的话 跟土耳其的话是,土耳其也是突厥人嘛 他们说同样的话 所以伊本白兹决定先去土耳其 寻找翻译和向导 于是呢,他经过了黎巴嫩入土耳其 到了这里以后呢 这时候他就进入金战汉国了 来到了乌克兰,俄罗斯 然后就到达了金战汉国的首都 金战汉国的首都当时有个情况 金战汉国的可汉,他娶了一个王妃 这个王妃是拜安庆帝国的公主 这个王妃怀孕了 于是金战汉国的可汉,就是越吉野可汉 派伊本白兹决定先护送王妃回拜安庆帝国 于是,伊本白兹决定先经过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终于到达了金战汉国,见到了东罗马皇帝 等到这些事情都完成以后呢 他又返回金战汉国,然后他向东 他这么早来,阿比拉比特 他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军战汉国 又回到金战汉国,金战汉国在乌克兰那个地方 然后他向东,这就是由罗斯经约 经过哈萨克、伊兹别克、土库曼、杰尔洁斯 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入地区 他终于来到了德里斯坦那里 于是,因为德里斯坦要他来的嘛 他见到德里斯坦,德里斯坦就把他封为一个大臣 但是他在德里斯坦带上去,他发现不对 他发现德里斯坦性格多变 动不动就杀大臣,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办 于是,德里斯坦说,我来派一个人去中国 派一个使舰去中国去 一本派他主动报名,我去中国 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整天在外面跑了 他准备去中国了 于是,他就离开印度 开始东南亚,南亚和东南亚之路 他从南印度出发 发现,当时为什么,德里斯坦国刚刚建立起来 德里斯坦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当地印度很多,原来这些国家都是信仰印度教的 所以这些国家之间在打 他到了南印度以后,就发生动乱 他本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所以会被印度教的那些教会追伤的 结果他没有办法 他在动乱之中,他流落到了马尔代夫 到了马尔代夫以后呢 马尔代夫就是国王,欣赏他 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非常欣赏 把自己的女儿载给他,于是他成为马尔代夫国王的驸马 但是他也发现马尔代夫没有一个问题 他觉得他反正也是国王,不脾气,很怪嘛 伊斯兰教的,在一个地方是住不下去的 他觉得跟马尔代夫国王没法戴下去 他决定离开马尔代夫 他就离开马尔代夫 他来到了斯里兰卡 这时候,他终于搭上了一艘船 这艘船送他到了马来西亚 后来又到了印度尼西亚 然后经过越南,他终于到达中国 他在剧情连年当中,我们不清楚 到中国以后,他从泉州上岸 后来去了杭州,又去了北京 这时候,距离他离开马尔代夫 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几十年了 在中国住了几年以后 伊斯兰教的,想象了 他想,我毕竟不是中国人 我是摩洛伯人,非常想回到摩洛伯去 于是,最后几年 他开始返回故乡的旅程 他从中国坐船,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印度尼西亚 这时候,他又不敢回印度,又不敢回马尔代夫 因为他把印度,德里斯兰也得罪了 马尔代夫的国王也得罪了 于是他通到海中,到达阿玛特野门 然后他第四次到达麦甲 他又到达叙利亚 从地中海州海陆,途经突尼斯和意大利 终于返回了故乡 他返回故乡的那年是1349年 离开他,离开故乡,已经过了20岁了 到了故乡以后,没过几年 又有事情来了,他又开始出去旅行了 现在发生了西班牙之旅,为什么呢 上次讲过,西班牙有基督教国家,有伊斯兰国家 这边发生,打起来了,打仗了 打仗的时候,伊本派说,当然是听伊斯兰教的 于是他参加了一支支援军 等于到西班牙去帮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国家 但是他到达西班牙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没有实际参加战争 西班牙不是伊斯兰教国家,跟基督教官经常打嘛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当时西班牙分裂成很多小国嘛 有的国家是信基督教的,有的国家是信伊斯兰教的 伊本派在参加了一个支援军体 想去帮那个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国家 结果他到了那里呢,仗底打完了 所以他接下去,留意了西班牙的一些地方 然后他又反抗了国 这时候他发现,他居然没有游历过自己的祖国 他去了世界上这么多地方 自己的摩洛哥他都没好好地游览过一遍 于是他用了几年时间游历了摩洛哥的一些地方 这时候他听说,摩洛哥的南面不是撒哈拉沙漠嘛 他听说撒哈拉沙漠的南面有国家叫玛丽 说玛丽生产黄金,他要去看一看 于是,伊本派在签了玛丽 从今天的玛丽塔尼亚,玛丽和尼日尔 当他到达尼日尔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国家叫玛丽帝国 他见到玛丽帝国当时的国王 1354年,摩洛哥苏丹还在摩洛哥 当时的伊本派都在,还在玛丽 还在尼日尔这个地方 摩洛哥苏丹听说伊本派都在这个世界 有一些人去,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人 都去任正面这么多地方 所以,他命令伊本派 дов官,赶快返回摩洛哥 同时他派一派,专门调查这个伊本派遥 把他的履行经历写下来 才成为后来这篇书的伊本派遥述论 他就从摩洛哥苏丹手下的一个官员 摩洛哥苏丹比较喜欢他 比较尊争他 一直到1377年确实 这个人,你看他的日程 徐霞克、利道远昂、拉可波罗跟他比比 用一句我们今天很流行的弱暴 你看他去过这个地方 英文牌的道路的国家,我们可以列举一下 44个国家,我数过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薛亚、沙特、阿拉伯 伊朗、伊拉克、野门、埃塞阿比亚、俄利、特利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曼 土耳其、伊卡拉、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哈萨克、乌兹平克、主布曼、塔吉克、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加拉国 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劳利塔、尼亚、马里、尼亚 他到了44个,今天是44个国家 这可以说是,反正,人类历史上,在大航海时代以前 走过地方最多的一个人 别的人都不能跟他比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那 еще香港人 不停哪里 这里 准备 实 Dogs Sid